好,那我們可以脫嗎? 對,請啊,我們都有1.5恭喜,OK?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關於108課竿 像是以舊課竿為例 然後大學段會為執考生保留名額嗎? 然後我們文科生常常會在這方面處於弱勢 因為數學程度的差異 然後通常就會面臨說要重考 想問新課竿有沒有做出改善? 我想先問一下說這裡的保留名額 你說數學深度不如理組 指的是說你們現在是高二對不對? 所以你是在高二的時候分類組 但你是說你進入文組之後 你的數學的學習的那個難度 比起就是同樣是高二 它或者是比起它比較技術高中 它的應用的部分 或者是數學的深度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落差 對 但如果你就是想要到的那個大學的那個戲所 就是有指考之外的名額 那個部分是不相干的 所以這邊在講只有指考 對 那為什麼會特別是在講數學的比例,因為指考也不是指考數學 對,但是因為我們家庭就是有一個理科,也是一個理科的 然後他就是有特別說,因為他的同學有些是文科士,文組的學生 然後說文組的學生通常在指考這方面,他的升學歷可能沒有比低俗還要高 就是大學端可能更喜歡在指考方面去錄取底科生 對,所以就是因為我們之後就覺得是因為數學的深度不足 所以導致他們在指考方面的數學科方面的數學分數可能會比較低 然後導致那個大學端就比較不想錄取他們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指考別的科目的比較無所謂 然後大學部分科系都在指考上的這部分都比較特別注重數學 對,差不多 但嚴格來講數學並不特別是理科 就是說數學就跟哲學一樣,它是部分文理都使用的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跟我講的是說物理學,那好吧,那真的是理科的 或者是說如果講的是歷史,那大概一般會分成文科的 但是不管你是學歷史還是學物理,數學對你都很有用 或者這跟哲學的意思是一樣的 對,所以嚴格來講數學並不是自然科學 這個要先講在前面 對,所以我不確定你現在的意思是說 你在高二如果選了文組的話 你碰到數學的幾率或時間或那個教材的那個 時數或者是深度比較少 還是其實理論上你可以透過不管學修加薪加工什麼東西 如果你對數學有興趣要加上去 只是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旁邊比較少人這樣做 那前者是透過學校課發會可以改善的嘛 那但是後者就比較是社會氣氛 社會氣氛就很難一個學校就做什麼 所以我想先理清 就是說是缺乏這樣的機會 還是說有這樣的機會只是一般高二去念文科 就不會就是不流行去特別念數學 我們接觸到就是他們比較高端的大學 比如說前五支援那個大學 他們要求通常都是數為就是比較堅深的那種 就是比較深度比較深 就是我們會分配在D組去做學習的 然後我們文組就是商館跟人文 我們通常只能學到樹筆 就是比較類似於就是比較簡單的數學 對,但我就說如果你現在想要學類似於數位 或甚至數位的加深加工 你在高二或高三即使你是文組 你沒有辦法透過選修或其他的課程設計選得到嗎 我們只有一個是加深的學習 就是加深的學習 然後開一個班 因為那個班對多只有三十幾個 對,而且他有限定就是數學要達標的 對,我們才能進去 開個門檻啦 對 所以就變成說如果你本來對數學就有興趣才有可能進去 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那就像你說可能最後變成要重考 如果只考這一段上不了的話 對,那這樣聽起來這個是你們學校的課法會就可以解決的一件事情 就是也許我不知道你們學校課法會的學生代表是誰 或你們認不認識或者相關的一些做法 理論上應該是說有一個bridge 就是像我們也有看過有一些在高一 他本來是念技術高中 他到高二決定他對學術比較有興趣 然後他想要轉過來 那轉過來的話 學校這邊就要有一個bridge 在舊課綱真的是幾乎不可能 因為兩邊差太多 那但是在新課綱我們留的這個bridge 他要給的那個時數就比較少 就可以轉線過來 所以概念上應該是說如果你對數學真的很沒興趣 那我們高中再開再多也沒有用 但是如果你對數A或者數A的加薪有興趣的話 理論上應該要存在這種bridge的這種課程 讓你能夠就是跟得上 那這部分我覺得是真的可以跟課法會提案 這完全在學校課法會的選擇成案 明天就開課法會 對嗎? 好,所以你要放這張錄影嗎? 然後第二題就是我們自己跟其他高中的同層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108課綱就會要求我們 應該說也就是督促我們 然後去做學習地層跟那個額外的彈性學習 就是自己挑自己想做的題目 對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說就是課 就是課程內容 很多我們的同學就是他們在放學回家的時候 跟就是週末的時候他們其實都是在那個補習班度過 就是他們要去學習就學業比較加重一點 所以就導致說我們彈性學習的時間可能會縮動 就是可能根本就沒有彈性學習的時間 我聽到你的意思 對,所以就是可能就是108課綱 該怎麼說就是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可是補習班它真的能夠產生有意義的學習立場的話 它也要做一個轉型 就是傳統的補習班已經不太可能再產生 就是在學習立場上面有別於其他人了 因為它以前的概念就是大家都不一樣的東西 但學習以前講的是特別是你在校內 有一些自己這個想出來的idea 那其他的同學可能會往他自己的idea 所以你之間跟他之間的這個差異性一下子就獨處 那補習班如果是大班的話幾乎不可能offer這個 當然現在也有一些補習班在轉型啦 就是跑去什麼不知道讀木舟環島 或者什麼之類的互安活動 就是當然他們也有在往這個方向轉型 但是就是說我覺得如果家長了解到學習歷程 他主要還是看校內的你透過彈性學習等等的方式 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創意 甚至可以透過對班上或對課發會的貢獻 來改變其他人學習的題目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像你們現在來社創這邊 探究一起做 對這個也是一種就是自發嘛 也是一種自主學習 所以這種東西越多你的學習歷程就越雜實 越豐富 那這個是一般的補習班啦 如果他不轉型比較難比得上的 所以我可以用這樣子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試著說服家長 因為到最後一定要花多少小時去念補習班 通常還是家長的意思 不過不會是那個科目導師的意思 哈哈哈哈 沒錯 對要這個厲害關訓人要搞清楚 好 第三題就是108課剛把文組又細分為人文跟商館學群 沒錯 然後我們就是有些時候我們 我們其實分不太清楚就是 為什麼要分為人文跟商館學群 它很多是跟那個高教或者是甚至跟重生教育去對接 盡可能讓這邊的學群跟群課 那跟就是大學的系所學院 然後跟科技大學的群課能夠對接 對所以因為到大學的時候就分得比較細 那以前在高中是比較粗的 那現在大學也有從一個學院然後跨系的這個傾向 所以大學就變得比較 比較Cold Spring 那就比較粗 那但是就是高中也要稍微細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兩邊的對接才比較清楚 對 所以為了迎合大學科系變得更細 所以我們才會再 就是說大學科系本來有點太細 對 那我們這邊的文理組本來分得有點太粗 對那現在大學稍微粗一點點 就叫學院門圍 那但是差不多相當於他們的學院的 就是說在大學文學院跟小學院是不同的學院 所以我們這邊的學群就差不多等於他們的學院 所以兩邊都做一些調整 然後就是學習歷程 想問政委您認為這種學習歷程可以吸引到大學教授 這個就像什麼樣的履歷可以吸引到這個 Recruiter 的目光喔 這個沒有辦法放出四海人接準 因為每一個大學它有它自己的辦學理念 它要組隊的時候 它會想要就是接唱不斷的那個方向是不同的 所以大概你很難寫一個學習歷程 吸引到全部的大學的目光 而且現在坦白來講 就是買方市場 就是說其實學生挑大學的這個權利不亞於大學挑學生 因為學生比較少 大學比較多 所以應該是講說你的學習歷程應該要反映 你想要跟大學要求什麼 你在你的學習歷程上面你自己組成的這些題目 好比像說你希望你的大學能夠就社會創新 或者去發展 找到這種經常跟政策制定者對話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有來找我聊天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說你在高中的時候在意哪些資源 那像大學如果有這些資源 他就會覺得說他跟你彼此互相需要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一派結合 那但是如果你寫的一些很generic 就是任何人做的都差不多的 那像我是大學的話 我就沒有一個足夠的資訊來判斷說我能夠提供給你什麼 那如果我是大學的考招 我也不確定我能提供給你什麼 通常你就會被考到比較後面 就是我名額這個有缺那再補進來的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有很明確一個價值主張 就是說我的研究題目是這個 那我需要這些這些資源 那我的學習歷史美金 證明說你對我這些資源可以創造出什麼價值 那這樣每個大學要判斷就是要組隊 或者不要組隊他的判斷很快 而且如果他說要的話一定是在前面 也比較不會有mismatch 比較不會說他就是讓你進來 你發現這個選錯系 非常重要的情況 然後接下來就是第二部分關於社會企業 就是我們在找資料的時候看到正偉 你對社會企業以及輕盈工創非常有興趣 然後我們現代學生對社會企業都其實不是很了解 然後我們想問正偉 您認為政府要如何宣傳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還有政府在這之間又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社會部門就是大家 像外面安息者會有這群人 就是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 他主要是為了purpose 就是為了社會使命 不是為了賺錢 不是為了盈利 那企業部門當然是為了賺錢 但是他賺錢的時候也不能破壞環境 不能破壞社會 這是當然 那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社會部門跟企業部門往往之間 他不會共享創新 所以這邊有產業創新有工業創新 那這邊當然有一些他社會創新的部分 但他很少會有人出來說 那我就用這個社會創新的做法 但是我又能夠為了我的投資人 創造他的產值或者價值 就是他一方面有purpose 一方面又有profit 所以我常常講說社會企業就是 運用商業的方式 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這個是非常容易懂的一個定義 那當然我覺得政府的宣傳 都比不上就是民間自己的宣傳 民間自己有非常多的活力 那我們這邊能夠做的就是確保說 所有的社企它可以共享一個資訊的平台 所以如果你找社會創新平台 就可以找到說 我提出過一個社會連結企業 中間加一個點嘛 那創新就是社會跟企業中間的連結 所以大家隨時想到一些新的主意 好比像說大學他們透過usr 透過usstart 透過各種方式也能夠幫助到社會嘛 所以就算大學它不是企業 但它也可以加入社會創新平台 像文化大學現在就是一個社會創新組織 所以我覺得政府的角色就是在說 任何做事業做組織的人 只要你能夠把人組織起來 組織就是人的結合 大家都可以創新 那不一定要開一家公司 不一定要開一家合作社 你還是可以進入這個社會企業的生態圈裡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社創嘛 這個我想是我們主要的訊息 然後就是現在網路上我們有找到 就是有人提出那個儲蓄養老的概念 然後就是想問 我覺得就是現在台灣已經在高齡化社會 他會有可能會去利用這個概念嗎 就那個儲蓄養老的概念 就把它真的實行在社會上面 我知道衛福部有在試時間銀行 然後有些地方政府也在做這個實驗 那我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在技術上 技術上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主要還是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實驗銀行我現在 像我今年快40了嗎 那我如果投入很多時間 那我都70歲 裏面上用的到 但是我怎麼知道這個 30年之後還在 有很多地方發過社區貨幣 但是它可能還來不及花 就倒掉了對不對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 是就跟我們前存在銀行上面一樣 如果你前存在銀行 但是這個銀行沒有辦法保證它 二三十年後才在不在 你絕對不會存在這個銀行 你應該去找一個 有參加這個 就是聯合保險什麼之類的這種銀行嘛 所以實驗銀行的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找到一個 大家彼此都相信30年之後不會倒的一個架構 那這個其實是我剛剛講的 大家都可以做社群的一個基盤 就是我們叫accountability 給得出膠帶的這樣子一套系統 如果一套系統它給得出足夠的膠帶 讓大家能夠了解到說它30年之後大概還在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為什麼最近比較多時間銀行開始去看 說它用分散式帳本的概念 像以太坊等等 那像這些資訊系統只要還有人在用 它在世界每個角落都有備份 就比較不會說這群人失去興趣的就不在了 那這個也許也是可以考慮的 然後就是剛剛有提到輕盈共創 想問輕盈共創是什麼意思 然後你們認為台灣可以實行這樣的模式嗎 所以輕盈共創就是通常大概16、17歲 就你們這個年紀 跟六、七十歲 這是兩組就是手上有的空閒時間 用來關懷時間世界最多的兩組人 中間的話它一天可能上班就要八個小時 它只有下班時間可能六、七個小時 能夠用來關懷我們叫做 come on good 就是共好 對就是全球永續發展這一些 那但是因為16、17歲 對於永續的這種感覺特別深 像是氣候的緊急狀態 那對於四、五十歲的人 他可能覺得說反正過40年 這個二氧化碳濃度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也就是快登出了 但是對你們來講 你們那時候方當聖良才50歲 過不到 但是當時如果地球就已經不太能助人了 那一定是最慘的一群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對於 不管氣候緊急狀態 還是其他的世界性的問題 十六、七歲的朋友最有那個動力去想出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樣子 那六、七十歲的朋友呢 他通常現在已經就是想到貢獻社會 他可能已經退休了 他有很多的能力 但是他已經不太需要for profit 就是他不需要每天想著怎麼樣賺錢 所以他有許多的資源 可以結合這些青年指數的方向 為這個向量去提供能量去增幅吧 年輕人提出來的各種新的做法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兩組人他是natural ally 就是最自然的就可以結合在一起 來解決社會的共同問題 所以具體的來講 如果你去找青年工廠這個關鍵字的話 每個部會都有一些相應的一些做法 那接下來是6G 就是我們那個之前有看過新聞 就是蘋果已經在招募開發6G的工程師 然後之前我們在看博恩演員社的時候 就發現鄭文有說 政府其實已經有在為5G 有去做那個應對的方法了 然後想問鄭文偉 就是現在已經有開始著手了 我們有那個Beyond 5G 的一群研究的朋友 那Beyond 5G是一組 然後量子 包含量子通訊量子加密是一組 那我想這一部分都是在全世界都在討論 各種可能的做法 Beyond 5G的意思只是它超越5G 但是並不一定是用什麼特定的方法 來超過5G 所以我們在包含標準制定 那或者是這種狀態 還不像說假設6G它比5G 每一項數據又在高10倍 那這樣今天各位就不一定是真的 坐在這邊 可能是在自己家裡 透過6G連線到這裡 那也不需要光線網路什麼 但是我們因為它的資訊量已經足夠 所以我們在VR裡面感覺到的 跟我們面對面已經沒有差別 那像6G這種 5G是有種共同在場的感覺 那6G是你根本分不出來 分不出來說對面的是真人還是偷印 所以我們在整個包含工作 學習健康等等方面 都可以先為這個去做超限部署 就是等到有一天 我們頻寬已經高到 醫師在旁邊動手術 跟醫師在遠端動手術 跟醫師在遠端動手術 根本沒有差別的時候 那我們所有的這些法規問題 要怎麼挑釋 現在就來做 然後接下來是公共政策 就是我們有一個公共議題平台 然後還有一個管道是公投 想問一下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公共議題平台它是在議題的前期 就是大家還不一定有一個很明確的解決方案的時候 那我們來探索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所以關於同一個題目 共議題平台上面可以有六七個不同的解決方案 這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並不是單選題 大家只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讓政府看到五千人很在意這件事情 並且願意跟這五千人一起想這件事情 所以它在學術上叫議程設定權 agenda setting power 就是我們希望政府官員來討論什麼的 這種程序的設定權 但公投則不一樣 公投是說 我不管政府官員想不想談這個 接下來兩年你就是只能按照這個做 所以它是到議題的最後面 就是決定的這個層級 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的公投議題 在一開始探索社會連署的時候 很多都在專業平台上面曾經提出過 所以可以看作一個什麼 預程中心 那如果這個社會已經收斂到說 那解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也不用公投啊 因為我們就講做就好了嘛 但是如果到最後有兩個解決方案 就是各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支持 那這樣的話有時候就會演變到公投來連去 因為在前面的討論階段 誰也沒有辦法說服誰 好 那前一陣子在網路參與平台有一個提案 就是很多報導 就是很多新聞有報導 然後在高中身間也獻取了旋風 就是那個早酒嗎 我覺得那個體驗超棒的 所以我也覺得超棒的 寫得非常清楚 那建偉對於這個政策 就到底是什麼樣的想法 首先我不是教育部長 因為不督導教育部 對趕快切割 因為我是管這個平台的那個運作 好那我想先講就是 就是在這個案子之後 很多媒體朋友發現 中文平台上面已經超過四分之一的提案 都是不到18歲的運提的 所以這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人口比例上面 18歲以下的人 就是並沒有四分之一 但是卻掌管了超過四分之一的議程設定 而且你如果把它跟公投去比的話 那公投剛好0%是18歲以下提的 為什麼 因為18歲以下根本不可能來提公投 或者連署公投 或者參與公投 所以這種平台它無形之中 也是讓沒有去公投 或者是投票 或者是其他民主程序 因為還不滿18歲嘛 的這群朋友 也有一個練習的機會 說那我不會因為不是所謂18歲 就不是公民 雖然我才16歲甚至15歲 我也是公民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教育的一個性質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教教教我們這個它是揭露一個事實 就是我們比起幾乎所有OECD國家在學齡的 特別是高中階段的上課時間跟睡眠時間都是被壓縮的 上課時間特別長而睡眠時間特別短 那但是主要的 像我碰到有人問我說這個 有什麼個人的解決壓力的秘訣 調節糾紛的秘訣 我一律說每天要睡8小時 有一個標準答案 有一個標準答案 但是按照這個目前看起來就是平均起來 高中生並沒有睡到8小時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算你排很多的上課時間 但是其實不一定急得住 也不一定能夠融會關通 因為大腦是靠睡眠來做整合 那所以如果沒有睡到6個小時的話 那就跟酒駕是一樣的狀態 其實根本不可能這個 學得到什麼 就是長期的整合式創新的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捍衛自己睡眠的權益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提案 但是當然就算這個最後真的參財了 如果晚上就是拼命滑手機 那就沒有人救得了你 你還是睡不夠 所以就是自律也是很重要的 對 好然後身為台灣地位的數位政委 就是想問常控政委 就是對於當初給予自己的定位是如何 然後認為自己可以帶給社會還有政治 就是什麼樣的改變 對我是把自己叫公僕的公僕 就是說會讓常任的文官 因為我比較不一樣的一點 就是我認為專業的事務官通教人員 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一群人 那但是因為公務員服務法 或者一些成就的維權時代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創新都只有裡面知道 外面是看不到的 但當年也沒有這種 中文平台 Data平台 可以讓常任文官及時的隨時回應 就是公民社會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能夠幫忙吸收風險 就是讓這些公僕的公僕了解 我是公僕的公僕 讓這些公僕了解到說 他們蒐集任何資料可以立刻公開 像一個口罩的存量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風險就下降 因為如果外面說 這個數字有問題等等 他可以說 其實這是機器自動產生的 我也沒有看過 那所以都是唐鳳的錯 對不對 就是說 反正有事情糟了 對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比較願意去 讓機器自動蒐集 並且公布一些 大家都需要的一些公共諮詢 而不會變成說 好像只有等他有空了 那每季才公布一次 那因為我們在現在網路上面 我們看到任何的社會運動 都是快速的要給一個交代 那像我們打給1922 瞬間就可以拿到一個交代 如果你的想法有價值的話 隔天下午兩點 那個指揮官就立刻把你的想法 告訴全台灣 所以我們習慣現在都是24小時的頻率 那但是在以前他們通常 像政府資訊公開法 都是什麼60天90天的那個頻率 那這個頻率太長的話 大家就不想離公共事務 不想離公共事務 那公務員的壓力更高 因為他現在以前是只有一個老闆 就是他的長官 現在是無數國的老闆 任何人只要在網路上面 發起一個 什麼像小九萬五 什麼的 這種運動 那他馬上也要回應這個 所以如果他自己承受全部的風險 又沒有辦法照顧社會部門來幫忙 那這樣他的工作品質就會越來越差 因為很容易長官看到這個要求 他就會做一些所謂辯明的措施 幫人民審一個小時 但其實是公務員要報感一個小時以上 那這樣攤體起來 就是到最後他就沒有辦法睡到八小時 他睡到八小時公務服務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的整個存在 大概就是幫忙吸收風險 幫忙各方一起省力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睡到八小時 最後我們想問鄭美的是 您認為文化交流會導致文化多樣性消失嗎 然後次文化會被主流文化掩蓋住嗎 像是漢人文化跟原住民族的文化 當然原住民族是很抽象 到底是哪一族呢 我現在一直覺得說 好像每一族應該用每一族的角度來看 我不是說全部就變成一籃子 因為每個的狀態真的不一樣 阿美的狀況跟泰雅就比較不一樣 而這兩個還是我比較熟的 那撒基拉雅的狀況又完全不一樣 等等 所以這很難一概而論 我現在的想法是說 交流的方式如果它是基於傾聽、基於學習 就是說我跟你交流 並不是為了教導你什麼 而是說我們的文化裡面 好比像說既然多說漢人了 漢人通常就是說用漢字的人 那可能比較講的不是協同 那但是用漢字它有很多 很多預先的假設 就是幾千年的傳統 或者是一些比較top down 比較權威式的東西啊 或者是太注重文字 而比較不注重身體或口傳 或感情的那種文化啊 那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漢文化的一些通病吧 那但是我們當然也不可能說 我們一秒鐘就擺脫漢文化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種跨文化 就是transcultural的方式 就我學到另外一個文化 我從它的角度來看我本來的文化 然後我對我本來的文化 我就會有一種比較批判性的理解 然後也不會被我本來的文化看世界的角度困住 這樣子 那我如果是用這種跨文化的方式 來進行交流 我就比較不會否定 或者是磨殺對面的這個文化 但是如果是對面這個文化 我去是有一種好像傳教式的感覺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得到拯救 我才能拯救你們 那這樣子吧 當然你這邊講到這個次文化被掩蓋 或者多樣性消失 就一定會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互動的方法 互動的方法 那我覺得先是從 那我可以被你怎樣改變 這樣來的話 多樣性就會越來越多 但如果是你會被我怎樣改變 那這樣就沒有什麼多樣性可以 那接下來是我們個人問題 這正我認為是生有雞還是生有蛋 我覺得就是雞跟雞蛋要看你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你把蛋定義成會孵出雞的那個DNA的栽體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要看突變是在什麼狀態下面發生 如果前面那個就是不符合你定義的那一隻快要是雞蛋 他生雞蛋的時候有一個突變 生出一個最後會孵出 按照你定義是雞的蛋 那就是先有雞蛋 就是很明確的 但如果你的定義是反向 就是說 只要生得出雞蛋的就把它叫做雞 那這樣子就會是先有雞 所以完全是看你的定義 好 好 我們最後問題是 鄭偉想對高中生說什麼話 那就是完全同一句話 就是一定要睡門百小時 我之前有做就是在班上調查 就是大家幾點睡覺 然後呢 我就從10點開始問沒有人舉手 然後差不多高中生平均就是12點到1點睡覺 然後我們早上7點半又要準時到校生期 他們真的很辛苦 對啊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 就是不管這個招腳玩偶提案 或者是我們有很多就是 減少補習到比較晚等等 我覺得 大家都有一個體驗 就是說如果你壓縮睡眠到6小時或不到 其實你前面的這些是完全是白打 對 實際上並沒有真的記住 對 那我想像有一個那個什麼 人為什麼要睡覺嗎 有最近有本科普的書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適合大家去多看 這樣可以 嗯 然後那個 那個書 我們給我買一本書 好啊 好啊 我要簽名 你會 好啊 那個 喔 這就簽你的簿 好啊 就是卡 對 有這個卡 謝謝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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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要负责办毕业点 所以我可以请你就是录一个 祝福新店高中27届毕业生毕业快乐 好,OK 祝福新店高中第27届毕业生都可以毕业圆满快乐,Live long and prosper 谢谢,那我们可以合照一会